番范 好 我们今天啊 来跟各位谈 谈一下我们的生命结构啊 跟行者改造命运的这个标的 这个地方要跟各位谈的是生命的结构这个部分 现在不用看那里看这里就好 这个资料我们是有 但是大概这里没有传进来 我们的生命是存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中 那么学佛的人都知道 我们是一个虚犯的人生 所以《金刚经》上面说 如梦犯泡淫 如路易如电 应作如是观 可是这个生命是怎么个虚犯 这个很少人能够去探讨 我们只是可以说 讲好听的叫做宗教情操 佛陀所讲的当然是对 讲不好听啊 你根本就迷信 为什么是虚犯 虚犯吗 说听给他带他讲话 那要分开就虚犯 对不对 人家一句话给你哦 你就在那边曝光踏斗 你还说虚犯 这个可是很真实啊 那么到底所谓的虚犯讲的是什么 对不对 你说虚犯 虚犯我们到美国去 你不要买票你看去得成去不成 你少一块钱那机票不卖给你 你就不能上飞机 你还说虚犯 对不对 他很具体 这个事实啊 不容否认 那么他所讲的虚犯是什么 这个部分啊 我们在讲习中啊 常跟各位讲说 虚犯的生命是什么 我跟各位讲 我们归纳起来啊 是一个很简单的公式 你可能啊 都没有去深入的探讨 虚犯的生命是指 我们生命的基础啊 是建立在记忆的资料里 你这一生的存在啊 根本是靠记忆的 所以你前辈子没有记起来 你根本记不得 你从出生的时候 爸爸妈妈就教你 叫爸爸叫妈妈 叫哥哥叫姐姐 叫叔叔叫伯伯 你就记得开始记这些 这个是白的 那个是红的 这个是圆的 那个是方的 你就记这些 记了以后 这些东西啊 假如你是记不起来的话 那你叫头壳坏去 对不对 那么记了很多啊 假如反应不正确啊 那个叫什么 叫做秀斗 人家讲东你就讲西 人家讲西你就讲欧北江 斗不起来 这种反应不正确的现象啊 我们就叫弱智 弱智 你无法反应嘛 有没有这种情况 那么你记起来以后啊 会不会去运用 那就是合理的推理 那就是合理的推理 你会去推理 推理啊 就是要到达某一个目标 我们假如看到有人会推理而没有目标的话 你会说这个人很潇洒 那问题是你的推理都有目标 你这个推理一有目标以后啊 你就会产生执着 当你的目标不能兑现的时候啊 你就会痛苦 你就会痛苦 苦从哪里来 当你的理想 有你推理的理想 不能兑现的时候 你就痛苦了 当你的推理 能够兑现的时候 那你 你就很幸福啦 对不对 今天在座的各位 到目前为止 都很幸福 因为你的推理 大概都能兑现 大概都能兑现 有些啊 是扭曲的对线 你要注意啊 听清楚啊 扭曲的对线 你根本没有对线 不过自己解释是对线啊 自己解释是对线啊 当你是自己解释为对线的时候 别人看起来说 这个人有点怪怪 有点怪怪 你去留意看看 这个记忆的资料啊 作为你生命基础的这个东西啊 也就是佛教所讲的 我执 你那个合理的推理啊 就是所谓的法执 那你就知道 你的生命有多么的虚妄 当你的法执越坚强的时候 那就表示啊 你那个推理的目标啊 想要兑现 我们看到很多人 聪明才智都一流的 对不对 努力呢 也一流的 可是他失败也一流的 不是成功 聪明才智 IQ嘛 大家都差不多嘛 我想你比我高多少也不一定啦 我比你高多少也差不多啦 差不多差不多啦 努力呢 大家都一样的努力 除了有几个过老死的以外 大家都一样的努力 担到死的 尤其台湾人喔 死的都回来了 都穿古的一样的努力 哪有不做的 大家都很认真 IQ也都一样 为什么有的成功 有的失败 福报 就是你的福报 你认为你失败啊 是你 你的理想 你的推理 没有兑现 所以你认为失败 假如你只认为说 我只要做了就好 那目标不管 那你就会很潇洒 对不对 像李瑶帅选总统 到我后来祸开了 你都别逗花 我没遗憾 他就很潇洒 所以他没当选 无所谓 有些人竞选啦 他没当选就受不了 不然市長 不然选川总统也没劲 对不对 那就是福报的状况 你的福报在哪里 你会在哪里兑现 你的福报不在那里 你执着在那里 你不会兑现 你要留意哦 所以你的人生虚幻不虚幻 当你不做那种推理的时候 它就不存在 当你做那种推理的时候 它就存在 这个存在啊 关键在你的福报 你留意到 你假如不在意那个目标的话 那你就没有痛苦了 就没有痛苦 你说叫我出来选总统 我会说 有条定义没条 因为我根本不会去 care那个东西 对不对 我也知道这个选下去结果会怎么样 大概有一票就不错了 对不对 我想你们也都不会投给我 你会说 那婚线不去收乡 出来算中后 对不对 那所以结论当然如此嘛 那我既然要出来最少我要自己往鼻子盖一票 那结果会怎么样 那答案你当然知道 可是你假如 那我就不要当行还给我当行 这些人也真奇怪 那你也是痛苦啊 对不对 要我去担任某一种职务的话 那一些专业我没有 那我显然就是痛苦的 有没有 所以这三个因素 这三个因素 记忆的资料 合理的推理 跟那个目标 构成啊 你整个人生的虚妄性 可是你不了解 因为你从出生以来 就活在这个环境中 所以你就会说 那嘛大家都嘛 所以普天之下 都生活在虚妄的生命里 你知道吗 你肯定吗 你能不能了解这种虚妄的人生 告诉各位 你绝对看不出来 即使我这样讲的 你也听不懂 听懂的话 你早就挣阿罗汉去了 你知道吗 佛陀啊 看穿了这一切 人生的假象 同时啊 他把它归纳起来 说他归纳倒不一定啦 因为这是我归纳的 仅供参考 信不信有你 那么 真实的人生 真实的生命又是什么呢 他 我也把它归纳成三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定位 定位 第二个就是 移情 移情 第三个目 就你的目标啊 就是智慧 就这么简单 我们一修行就跟各位讲说 你想要修行啊 你要记得啊 那你就是要定位啊 要定位啊 一直讲定位啊 那大家定在哪个位置上啊 你一直搞不清楚啊 定位啊 很简单讲 人生有一个目标 世间人来讲一个目标 你这个目标最好不要轻易的跟动 不要轻易的跟动 因为 你到目前为止啊 是以那个目标为主 而不是新的目标 所以你生命的累积啊 昨天讲的 那个福报啊 生命的能量是到某一个程度而已啊 比如说我这个 这个勺子 要装这个桶子 大概 差不多 你要留意啊 因为我这个勺子啊 装这个桶子啊 嘎啥看了 嘟后 所以桶子已经确定了 定位了 勺子是在这里啊 现在用一用啊 勺子换大一点 有没有 那你现在要跟动你的 你的生命目标的时候啊 你必须全方位跟动啊 必须全方位跟动 否则你只有跟动一个部分 那是不行的 所以生命随着成长 你的目标会跟着成长 绝对没错 那个叫做无尽的超越 可是你假如 以欲望来跟动的话 那你的灾难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所以定位你要留意到 我们可以说国校毕业了 生初中 那生初中有初中的老师 对不对 那这定位是往上提 初中毕业了到高中 那有高中的老师 这定位往上提 因为你的生命在成长 可是你现在还是国校的定位的时候 来找一个博士来教 这个会出问题 对不对 因为你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变动的话 变动得太大了 你其他的部分还没有配合起来 这样子啊 对一个生命来讲 它是有灾难的 现在我们修行 我常跟各位讲 你一定要先定位 我相信啊 各位听了这种解说 你也会很心动 可是你就不会定位 不会定位 所以呢 你想要生命成长就发生问题 这第一个 第二个 遗情 你要有个遗情 遗情是智慧之母 这我们跟各位讲过了 每个还原地址都知道 你没有遗情啊 你就没有智慧 我们跟各位讲 智慧是感受生命存在的能力 你连生命的存在都无法感受的话 那你还讲什么生命的改造 对不对 那不管我们现在的生命品质有多低 不管它 我要确定它 确定它的存在以后 那修行可以一再地提升它 假如你连这个感受都不够的话 那你就难了 这个是很困难的事 非常困难的事 就像我们教很多小孩子 包括自己家里的都一样 你要用功读书啊 你要怎么样 乖的孩子啊 妈妈就在讲用功就用功嘛 什么叫用功 反正他就一直读就对了 有些孩子根本 你在讲他听不懂 各位你听懂吗 以前爸爸教我读书 我就看看他 读书啊 然后他走了我又去玩了 读书是什么 我不知道啊 只是老师教的功课啊 回来看一看也看不懂啊 然后就到学校去 手机说什么 然后坐在那里 还不敢问写 什么叫做写啊 我不懂啊 好像说几年 说到三十年有点觉悟啦 到了读到国民教三十年级 他是怎么他每天都要用功 我每天都要用功 原来他写了很多 那个叫做写功课 我为了不给人家打 所以我才开始写功课 后来才把写功课跟读书接起来 你知道吗 你看我就比你晚了多少年了 你还一年级就会写功课 你要感受到你才知道 所以遗情你一定要提 我每次被老师打完以后 站在教室门口 人家就逗我 不要骂我什么我也不知道 有时候很生气 就跟他逗起来 然后被罚站的同学跟人家打架 你就知道下午结果会怎样 对不对 别人打你他没错 你跟人家打起来你就错了 各位想想看 四十五年前的时代 是这个样子 你在那种环境中 狗语 狗语的时候狗语 狗语我才听不懂 就这样子长大 你在摸索的是什么 我一直在想 奇怪为什么他们都不会被老师打 我就为什么每天要被老师打 好像到学校就是被老师打 打完以后门口站 站到大家下课就回家去 就这样子 书是这样读出来的 你们也没有 现在想一想 我们对生命你了解多少 世间的事 我们都这么的无奈 更何况出世间的 这么抽象的东西 所以我跟各位讲 医情是非常好的 增长智慧的法门 我被罚站在外面 就趴在窗户上 听老师 讲那些我全不懂的 不然没地方去 听一听 餐厅来 快点点餐厅 等一下回来你就知道 回家就彼肿领心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我就在想 很会长 对不对 跟前辈子完全无关 我只把它解释说 是这辈子开智慧的前因 对不对 你要有很大的压力在 所以到五年级的时候 老师问说 有没有人参加作文比赛 我想好 用我去 结果回来更惨 被罚站三天 因为我连题目都看不懂 事实上四年级到五年级 我才刚开始学习字而已 那还参加什么作文比赛 不过我是觉得 他们老师举手 参加比赛的老师都很疼他 我想我也要给老师疼一下 所以我就举手 好了 你不举手还没事 举手不是在外面 在里面 在里面还手举起来 面向墙壁 老师讲到好笑的我也会笑 笑了以后又被打屁股 就这样子 那我人生为什么这样 那时候不会讲 人生为什么这样 怎么会这样 我好像做什么都错 人家举手好光荣 我举手就好糟糕 人生 疫情从这里就开始了 从这里就开始了 污染也从这里就开始了 因为那时候 没有所谓的师傅教我怎么参 我就开始注意 要怎么样 人家会考第一名 我将来也要考第一名 怎么考第一名呢 我怎么可以 只是想要考第一名 后来每次都考考得很差 我就想说应该有一个方法可以考第一名 那个方法是什么 开始要找啊 后来我就找到药林了 要找到方法 那你知道 找到这个方法之前 你有多少的失败吗 包括偷看 包括偷抄书 结果都抄错 因为每次考试老师坐在那里就睡觉 书本就拿去 其实题目答案在哪里我不知道 有题目也看不懂 答案更不知道 就乱抄一通 后来就看别人的 不然怎么样 老师说不能作弊 那什么叫作弊我不知道 为了想要第一名 你要去想办法 然后你就会找到方法 那你才知道什么叫用功 什么叫读书 什么叫认真 那个时候它就变成你的生命因素 它不是听来的 都要留意到这一点 我们在追求生命真相的同时 你一定要自己去体验 这里面不讲道德 不讲伦理 你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 有多少严格的考验 多少的血泪 没有人能知道的 没有人能知道 你要跟着堕落 那当然也很方便 但是呢 你要是带着疑情 你一定会超越 一定会超越 带疑情啊 不是知识 求知识啊 要哀求 带疑情啊 不要哀求 你的成长啊 那你到了那么一天 它就蹦出来的 那我们看福威比丘女 台湾的成就者 广青好和尚 你看她哀求有多少 妙哀求啊 几乎等于零啊 福威比丘女还好 她是北英女毕业的 可是她三十年的修学啊 完全是带疑情 你要留意啊 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修行这一点非常重要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啊 我想这里要跟各位谈一个 就是我们行者的人格这个部分 我们一再跟各位讲 人格性的具足啊 是非常重要的 人格性啊 今天我们大家想要参与密法的修行啊 那这一点我们更要特别跟各位提出来 人格性包括五个部分 第一个人格的完整 第二个呢 人生观的健全 第三个 心理的健康 第四啊 人性不可扭曲 第五个 人际关系要良好 人际关系要良好啊 是包括沟通的药灵跟技巧 有些人很坚持原则 结果得罪天下人 那个可不必 你的原则是很好没有错 但是你不要得罪人家嘛 好的理想应该跟大家分享 怎么拿好的理想来得罪人家呢 那就是人际关系处理不当 心理要健康 这个五个要素是我们修行者的基本条件 别人不要求我们不管 我们到场绝对要求 你想精进 你想怎么样都可以 但是这个条件要具备 所以你想报名密法修行 或者阿瑟里来精进 我们都欢迎 但是成就 大家也想要做活着 那你想要成就 你要有这些条件 没有这些条件 没办法 为什么我们跟各位谈这个呢 尤其是金刚行者 因为密法本身叫做于且行 叫做相应行 他是讲相应的 那我们好多同修啊 我跟各位讲 现在你要是有任何的感觉 说你会有感应 会有什么境界的话 那我很简单的跟你讲 仅供参考 希望你不要对号入座 万一说到你 纯属巧合 你要是有这种感应啊 什么磁场啊 什么样 我告诉你 都是你的心理不健康 才有的现象 你不要以为说 你有一点犯境 就是有点成就 那你弄错了 你弄错了 我们很多同修啊 叫做莫名其妙 那来来来 我们这里有几个 有两个 一个男的 一个女的出家 他们都说他很有相应 很有成就 我说好 那你有成就 你就当阿瑟黎看看 我也当众跟大家讲了 结果呢 那个阿瑟黎叫 骗然的阿瑟黎 跟各位讲 你绝对修行中啊 不要盲目 不要有偶像崇拜 尤其看着名字 什么法王啊 仁波切啊 阿瑟黎啊 我告诉你 骗人的很多 很多 你能够虔诚的 付出跟供养 那个福报你修到 但是你要知道 你被骗的话 你不要万坦 不要万坦 宗教 在沙浦世界里 本来就有很多宗教 野心家 在骗人的 你不要相信那一些 有些时候 我们讲根本 他都讲不听 就讲不听 有一些啊 是心里脆弱的人 需要人家鼓励 那我们是鼓励他 你好好 你有成就成就 是希望他更进一步 然后呢 因为你这样的鼓励 他就自以为是去跟人家讲说 人家和尚说我 我有成就 你成就什么 你成谋啊 成精啊 你一定要留意到这一点 有些状况啊 我们是为了鼓励 因为他心灵上脆弱 因为这五个条件不具足 我告诉你 你不能精进 这五个人格性啊 人格性里面的五个因素啊 有平均我们没有要求你一百分 但是你最少要八十分以上 有一两条比较差一点 也要六十分以上 那么最少要一两条比较高一点 也就是人有缺点有优点 我们都承认 有一个空间给你弹性 但是你不能差太多 你有总平均啊 在七十分以下 你都要开始精进的调整 有总平均在六十分以下 你都不能修行 我奉劝各位 你不要修行 否则啊 这种尤其月差的人啊 他在精进上面啊 会比任何人都愿意精进 你知道吗 抛家弃职 来修行的很多啊 我告诉你 那都是人格性有问题 人格性有问题 他这里一有问题以后啊 他一精进啊 男的啊 就成毛了 女的啊 就成精啊 所以有蜘蛛精啊 狐狸精啊 腰精啊 牛魔网 金角 银角 哪里来的 就是这样来的 人格不健全啊 他在精进的时候 他会特别精进 本来是像汽车玻璃一样 破一坑而已啊 对不对 你油门你才精进冲出去 他就打 离开了 本来你的人格是有问题啊 是有一点瑕疵啊 那么你为了心理上的缺憾 要去超越别人啊 你看你一精进的话 他就压力一大 他就歪了 都是这种状况 那么他有没有成就呢 有 他成就的是什么 特异功能 所以你看看 那一些人格不健全的人啊 他都在特异功能上面成就 然后会去炫耀他的特异功能 有些人说 打电话给我 我就可以跟你治病 有没有 打电话就可以跟你治病 那么厉害的话 你告诉中央通讯社 对不对 你马上会世界成名啊 为什么不去呢 你想想看 你头壳那么简单吗 他为什么不做 摆明的啊 这是聘人的嘛 有几个啊 台湾有几个啊 他知道我有病了 那我就跟你讲 你打个电话给我 我就跟你治病 我不要这样说 我自己做功果 我替你登报全版的 中国时报联合报 包括三家电视台 台大门口 表演你的医疗方法 一个礼拜以内 给那些住院的 通通出院 病好了 可以吗 我广告会我付啊 名字做你的 成功了 钱给你赚 可以吗 好兄弟 不要最善的 我哪有帮你相杀 我帮你做广告 你那么厉害 我隔空就可以治病 不然来到台大医院门口 你隔空去治病 你真有本事 我们真亮相 我没有说你不行 那你行你就来这一套 可以吗 不敢 为什么他私底下 又讲得那么神 我跟你讲 没有那回事 没有那回事 有那一回事 他为什么不走正常的管道 对不对 你现在吃中药也是一样 他讲的活神活现 活神活现 你就卫生署登记 为什么不去登记 这个医药是祭祀的 不能够这样卖 你会给他赔 对不对 你拿个合法证明书 不是真正的祭祀吗 为什么 就不去申请合法的执照 然后私底下叫做祭祀呢 这都不对 都不对 现代人 你要有点智慧 不要搞偶像崇拜 我们多少人来 师父听说你生病给你看看 病就会好了 你相信 对外人都这样说的 我的病我没去救救 看得清楚 我就会好了 我自己就病得脱脱了 你给我看一看病会好 就有人相信 我们跟他讲不要迷信 他不是 他就打着一个旗帜 我要给人骗 要骗我的赶快来 你知道吗 所以我奉劝各位 你要修行 我们很欢迎 我绝对没有不欢迎的道理 但是你要具处这五个条件 要具足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要肯定这个法 你必须要有所付出 要有所付出 你要是连这个法那么好 你都不愿付出的话 那个好 叫做忘共的 我们很多人 师父讲得很好 师父说 那人好好 我回家忘收 这是求中心 叫做忘收 那你要怎么样肯定 你能精进 所以等一下要留意 前面那个条件 不具足 后面这个地方 你讲的精进 那是有偏差的 所以你要注意 前面的条件 我们很欢迎各位的投入 但是呢 你要有健康的心理 我们跟各位讲过 当你能够啊 以正念啊 添满你的生命空间的时候 你的德恨会起来 你的德恨宣泄以后啊 那么众生会依靠你 那你想想看 你假如在这个时候 添满的是邪气 而不是浩然正气 那众生依靠你 不是很可怕吗 对不对 那你要怎么样 添满你的浩然正气呢 你人格要健全啊 你人格不健全的话 你浩然正气装到哪里去 这是个关键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 一要一再的 一再的要求各位 你到底健康不健康 那我们看你跟大众相处的情况 你跟大众相处 到处出问题啊 你还说你健康吗 对不对 有的人无法跟人家相处 很封闭 很闭试 那这个他本身有问题啊 所以我们不是避免造居说 私相受受 没有那回事 佛法完全是公开的 那怎么公开 在大家相处之间嘛 我们到场是一切公开的 没有秘密的 没有说你跟我 我们关起来我们讲 我跟你传法灌顶 他们没有的 只有我传给你的 没有那种 没有那一种 当然你有你的问题 是你的问题 别人不要 不要过嘴嘛 没有秘密啦 完全透明 完全公开 但是 你的心里不健康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就不一样了 这是第一个 这个弄清楚以后啊 你再精进啊 你要去填满你的生命空间啊 你不会 有邪气 假如自己的人格性不健全啊 就好像这宝瓶里面啊 有毒药一样 你什么啊 甘露啊 仙丹啊 倒进去啊 都会被那个毒药 污染的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常常讲 先唱悔 先唱悔 你假如不愤悔 就是检讨 还行 自己的过失 怎么改过 然后感恩 对于 这个世界 一切的存在 我们要抱着感恩之心 你不要老是觉得说 我都花钱 跟他买了 我花钱 我跟他买 他要感谢我 那你弄错了 我们本来要弄一个书法班 我常跟各位讲 书法很简单 一张纸多少钱 一支笔多少钱 对不对 笔墨硬台弄一弄 就来写 都花钱写的 老师老师 我也是缴费 请来的 你教我 把我教好就对了 我要求你把我教好 你就把我教好 那你要想一想 你的手一大 你没手 叫人家教你把字写好 你自己条件具备了没 你想想看 手是什么 你要有个感恩的心 没有感恩的心 你的手 绝对写不好的字 你要去感恩 感恩是什么 古代的祖先 假如不跟你发明 这个笔跟纸 我看你现在去写来看看 你不要以为 我花个几百块 可以买一堆 对不对 就算你现在学会了 好吧 你去照一张纸来写吧 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 你有可能照纸吗 你有可能照笔吗 你又不是月灰的妈妈 对不对 月灰的妈妈 又说弄一盘沙在地上 哪个竹子在那边写字 你又不是写那个 对不对 要不要感恩 我们还要感恩 这个老师来教我们 对不对 不但感恩老师来教我们 我们更要感恩老师的老师 教出这个老师来教我 对不对 你有没有这样无尽的感恩 你只要感恩 你讲钱算什么 钱只是个缘而已 只是个缘而已 钱不是万能的 你有钱 没人做 你来写写看 所以感恩的心要永远存在 要充满着我们的心 充满我们的心 你有这种感恩的心 你会看这世间 一切就会很美好 会很美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 不是在跟各位要这个人情 不是 是一个修行者 他应该具备有这个条件 具备有这个条件 任何事情都一样 我在做生意 然后我东西给他 他给我钱 赚这么少 还要感恩 赚这么少 人家不跟你买 你怎么办 所以人家来跟我们买 我们也要感恩 不是说 我跟人家买 我要感恩他 他来跟我买 我也要感恩他 我们经过高速公路收费站 我跟每一个逝者都讲 把票给人家 一定要说谢谢 而且到达 这个收票员前面 一公尺的地方 你车子要停下来 然后再滑行过去 你不要 两个箱撞过去 你技术很好 不礼貌 你要恭敬人家的工作 因为他虽然是个收费员 他代表国家 代表我们交通部 在执行法令 所以我们谢谢 除了谢谢这个人 我们谢谢我们的国家 给我们这么好的制度 有这么好的道路好走 那这缴费是我们的责任 你有没有这种荣誉感 你以为说 这四六口这么贵 一根一切 一切一切 一缘一缘 一缘一缘 怎么可以这个样子 你要带着感恩的心 不只感恩这个执法的人 这个工作人员 我们更要感恩全国的官员 为我们设计这个国家制度 虽然有些缺点没有错 已经很进步了 对不对 没有把我们闹得天翻地覆 那我们都收开 收开听懂不懂 以前美金来轰炸的时候 叫收开 疏散到乡下去 为什么 这个你不要感恩吗 虽然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颠颠倒倒 也常常出错 但是人生 带着感恩的心 回馈给这个世间 带着忏悔的心 把自己最维系的过失 通通挑掉 你的人生 才会真正的美好 我们的世界 才会真正的美丽 从这个地方来看 修行者 各位 你具不具备这些条件呢 这个不是广告 是要要求自己的 你要真正做好这一点 一点一滴的 当你这些都很自在的反射出来 在生活中 大致上不错啦 那你的修行 你就知道 修行 常常有人跟我讲说 师傅啊 我们这个出世间法 跟世间法 常常接不起来 怎么会接不起来 绝对接得起来 因为你修行 就从生活中修啊 难免啊 有时候我们有些个性啊 有些脾气啊 这个是难免啊 你不要太在意那里 你要发觉说 这个是我的缺点 那就改嘛 对不对 忏悔以后就改嘛 你假如发现说 我这个缺点 其实有另外一边的优点也不错 那你就保存一点缺陷霉嘛 对不对 那带有一点缺陷霉也不错 你不要老是为了那么一点缺点 等一下几条条件 贴到这一路啊 没有 他那里有缺点 那我知道就好了 有那个状况 人家常常会去讲那个地方 你不要在意它 因为你要保存是另外一个优点嘛 那个优点 在我这里 它就产生那么一个缺点嘛 那你不要在意那个缺点 让优点去发挥嘛 这个是常会有的事 但是呢 我们要有这种认知 要有这种认知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求各位 我们广邀各路 英雄豪杰啊 在密法中来精进啊 但是我们对于这种人格条件的具足啊 我们要提出来 以往啊 不是没有这个条件 各位知道吗 我们在探险记里啊 有跟各位提到 根器的种类 也就是众生啊 行者的根器啊 大概我们说啊 射受的部分啊 那下下根器都可以射受 下根器可以射受 中根器可以射受 但是要修行啊 要中上根器以上才可以修 虽然里面呢 主师很慈悲啊 他跟我们讲 下下根器修小圣 下根器修大圣使教 中根器修大圣这个 那个宗教 那么上根器啊 修大圣正教 那上上根器啊 财修啊 华圣圆教 这个没有错 可是各位要了解到 我们的修行就是从圆顿开始啊 那下面的部分呢 根本就是你需要具足的条件 你要具足的条件 而我们也告诉各位 你只要把这个人格性的部分准备好 再来啊 就是摸索 透过摸索阶段 你直接就是 不是顿啊 就是圆 顿物的顿 不是磁顿的顿啊 弄清楚啊 所以叫圆顿大法 你把这些条件具足 经过摸索阶段 直接就是圆顿法门的成就了 这很简单 但是你这五个条件 一定要去面对它 在这里我们要告诉各位 这五个条件不能具足的原因 现代人为什么修行不能成就 为什么这些大德门都说 末法时期众生修行不能成就 为什么 就是这五个条件不能具足 为什么这五个条件不能具足呢 包括所有心理学的指导者在里面 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 没办法解决 因为人类的意识形态里 所以我们跟各位讲说 你要来发言参加学习 你最少要找二十个人 要找二十个人 你不要只找一个 一个当然跟你很好啊 死党的不算 对不对 那两个臭皮酱 那刚刚刚好 臭气相扯 那你们两个以外还有没有 你要去找出来啊 你要跟他相处的情况 而不是 两百块缴一个月 没有 每个月缴两百块 那就知道说 你跟人家相处的情况 好不好 你要做 要去做到这一点啊 你才知道说 人与人之间相处啊 在你的生命中是多么重要 有很多人啊 就活在象牙塔里 从来没跟人家相处 就好像现在很多小朋友 他在电脑面前 你看像一条龙 离开电脑 身上一条虫 现在的孩子 为什么 抗压性那么低 一遇到挫折呢 就付足暴力 不然就自杀 原因在哪里 他没有那个能力 跟人家相处啊 他没有办法跟人家相处啊 你买个便当 这蛋够五块 我来那蛋不用加钱 这蛋是什么 搞不清楚 这蛋是什么 站在这里等 还是加蛋进去 五块 他站在这里 蛋够五块 没听过那个笑话 那就电脑上的笑话 你看 去买豆浆 老板问他 加蛋不加蛋 加蛋呢 加蛋够五块 他跑到外面去了 老板说 那人呢 我在这里 我没在这里等 我还要倒下来 他没有办法相处啊 他怎么被人家相处呢 人家说这蛋够五块 我一听说站在这里等 够五块 那他怎么办呢 那这事情大了 他事情是小 但是这一种行为模式啊 他不知道怎么沟通啊 他难道问一下为什么站在这里等 要够五块 那事情不就解决了嘛 他不会问了 他一听这蛋够五块 我跑到外面去等 这个是你处理事情的能力 因为你很少跟人相处 所以才会产生这种状况 假如你常常跟人相处 那没有问题吧 对不对 就像那个讲的一样 你现在什么 先喝什么 喝酒后再开车的话 要罚三万 你又喝酒 这些你不懂了 又不打自招 缺少与人相处的机会 所以我们跟各位讲 你一定要开放自己 多跟人相处 许多啊 人生的盲点跟瓶颈啊 你自然就能突破 就能突破 好多人都直接要问我 师父怎么样 我说你不要问我 你跟同修去问 要问谁 你想想看 你这么多同修 你都没有人会 能够跟你讲嘛 你都没有办法 跟其他同修讲话嘛 你是不是有问题 你说这五个条件拿出来 所以我们在人格性的养成上面 期望各位 一定要朝这个地方去进行 我们也 我们的人生啊 人生真美丽 这个目标 很快 要把这世界建设成很美丽啊 是比较难 比较难 所以比较难 大概难一万倍以上而已 可是呢 你看看 在美丽人生的前提之下 虽然难上一万倍啊 也只是叫做比较难而已 你知道吗 那我们美丽的人生 你怎么建设呢 就比这一种五着物事的人生啊 比较难一点而已啊 但是 你要留意到 我们在这五着物事里是一再的对立 所以有无量无边的痛苦 现在我们要改变 要改变它 你现在就在这里 不用记忆的基础 用定位的方法 不用合理的推理 用移情的方法 设定的目标呢 我们把它放下 移情自然就会开智慧 你全方位的生命呢 就会展开 那就看各位 你要怎么定位 这个哦 定位哦 修行的部分 我们绝对欢迎各位投入 绝对欢迎各位投入 但是你必须负起绝对的责任 对自己 对法门 对道场 对上司 用了绝对的责任心 愿不愿意 没胜没胜没胜 不够热情啊 热情之后你要看手有黄黄吗 有没有 那鼓掌就比较大一点 我们自己哦 自己对自己负责 你不要欠联罗网的 你说愿意 我们看大家怎么来进去 我希望大家 能够负起一定的责任 给自己的生命改造 付出这一份责任 事实上你不是为我修法 我不要你修我 自己会修 你也不是为释迦牟尼佛修法 那释迦他已经成就了 要的是为你自己 自己的生命要改造 我们要给自己负这个责任 我们要永离痛苦 那怎么来 从这个地方下手 期望各位 早一点找到 早一点找到 返回生命故乡的起点 好我们一起去习一下 好我们一起去习一下 好我们一起去习一下